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3月22日星期一的第三節 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昨天 港大醫學院公佈了一項計劃 他們打算招募100名 18歲至60歲的健康人士 參與溝針實驗計劃 而在今天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教授 又有偉論發表 他就說 市民如果是好奇的話 都可以去嘗試 我認為他說這番話就有多少不負責任 此外我們又會去看看 有一家意大利的餐飲集團 竟然強迫市民 一定要掃這個安心出行的二維碼 才准許入座 他們還訓斥市民 亂來填補個人資料 他們實施了這項措施以後 生意額就應聲暴跌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去看看 到底港大的 那個溝針計劃是怎樣的 在昨天他們公佈了這一項計劃出來 嘗試來混合打兩種不同的疫苗 先打就是復必泰 隔了28天之後再打科興 然後觀察一年 實際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港大就解釋 由於每支疫苗所採用的技術 對於刺激免疫系統 是有不同的 復必泰採用的就是 mRNA技術 會刺激得到 體內的免疫反應 至於科興採用的就是滅活 產生的刺激效果就會較窄 所以港大醫學院就估計 先打復必泰 再打科興的效果就比較好 但是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就說 現時資料顯示 兩劑都打科興的保護率是62% 兩劑都打復必泰的保護率是95% 他相信 溝針的保護率 是不會比起兩劑都打復必泰為之高的 那我就真是好奇了 既然之間兩劑都打復必泰就是九成半保護率 那麼現在你一劑復必泰然後第二劑科興 那個保護率就及不上九成半的 那麼你打來學 是不是 有什麼好試呢? 試什麼呢? 其實我真的不理解了 既然之間兩劑打復必泰有九成半保護率 你就打九成半那隻 還有什麼好試呢? 是不是呢? 所以就會引人一種猜疑 究竟是不是現在科興 受歡迎的程度不夠高 開始有些市民脫底了 所以現在就進行這個試驗計劃 來幫忙散貨 你突然之間去搞這些溝針計劃 難免會令人有這樣的聯想 還有就是 以往凡親是搞這些試若計劃 其實那些參與的市民 都一定程度上是會有多少的金錢回報的 但是這次 似乎就沒有公佈相關的資訊 到底這一百名的 18歲至60歲健康人士 參加了溝針實驗之後 他會不會有錢收的呢? 如果沒有的話 豈不是免費幫人做白老鼠 這百人很愚蠢 不過 姜太公釣魚 願者上釣 還是願者上當 反正也有些壽頭 他就是會去報名的 大家不用擔心 這些是肯有人去的 這些是 那麼問題就是 現在你去試不試試這個溝針 為什麼你是特意選這兩隻出來試呢? 又是沒有譜的 為什麼不是阿斯利康呢? 為什麼是溝兩針不是溝三針呢? 開始有人這樣問 你不如大三元 打完復必泰再打科興 再打這個阿斯利康 是不是 不適合大四起都可以的 混合國藥再打 再不然美國有一隻叫做強生 那你又打完他 五針同花筍 那行不行呢? 為什麼只是選擇 復必泰和科興出來混合針呢? 或者為什麼只選擇兩款疫苗出來混合 不是三款或者四款以上呢? 不如整個大亂混合的實驗計劃吧 反正都是試的 反正都是叫那些參加者做白老鼠 好了 接著我們又看看許樹昌教授有什麼違論 他說 疫苗面世不久 核酸疫苗藥廠就跟牛津的阿斯利康 合作研究混合針 記者就問他 在香港你又建議什麼人 適合嘗試參與實驗呢? 許樹昌教授就說 這個是個別選擇 沒有說什麼人適合 最重要的就是 沒有對疫苗或者藥物有嚴重過敏反應 如果你好奇也可以嘗試的 他說這番話就真的是 流過劉江華 你說 最重要的就是沒有對疫苗有嚴重過敏反應 這句話就是多餘了 一個人在打疫苗之前 由於你這種武肺疫苗就是新過不新的 這不是流感疫苗或者其他疫苗 你這些是新的 他打之前 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嚴重反應 他當然是打完才知道 所以你說 最重要就是沒有對 這個疫苗有嚴重過敏反應是多餘的 他不打的時候他也不會知道 誰知啊 是不是先 打完一波就知道 基本上你說這句話就是沒有用的 任何人在打第一針之前都不會知道有沒有過敏反應 分分鐘到他知道的時候已經遲了 都不能打第二針了 打完第一針都抓了 而且許樹昌教授 堂堂一個 政府專家顧問 你叫市民好奇都可以去嘗試 那麼多東西好奇你不要去嘗試 你叫他去試打針有沒有搞錯 是不是 你是不是不負責任的 你怎麼叫人好奇去嘗試呢 你應該是向市民說清楚那些利弊 尤其是就是弊處那方面 比如說 你這樣試針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突發情況呢 會不會有什麼嚴重副作弄 是有可能出現的 你應該向市民說這些 你叫他好奇去嘗試 有些傻人聽你說的去嘗試 有什麼事的時候你賠一條命給他 現在那班這樣的政府專家顧問 四個當中有三個他們就去打了復必泰 現在廣大這個 溝針實驗正正是說第一針要打復必泰 那就對了 與其你叫市民去事不原理 這班這樣的政府專家顧問 就新鮮時髒 反正第一針都打了復必泰 28天之後就去打科興就行了 是不是 你不用叫人試就不用呼籲了 不用叫人好奇去試 我想市民都很好奇 好奇什麼呢 就不是說好奇自己去打 而是好奇你許樹昌教授 去試完溝針之後有什麼反應 既然是這樣你會不會 為了滿足市民的好奇心去參加這個實驗呢 不如你去試吧 你新鮮時髒 反正你又是政府專家顧問 如果由你去試的時候 那個說服力就一定是強很多的 古有神龍常伯草 金有視窗就試溝針 多好啊 是不是 你去試就行了 反正你第一針打復必泰不要浪費了 第二針打科興 你現在試溝針是 叫人好奇就去嘗試 什麼好奇 好了跟著我們就去看看 有一家意大利的餐飲集團 竟然間就斥責市民 說他們在填補個人資料的時候 亂來 於是他們就改變了策略 只是准 那些使用安心出行Apps 去數碼的市民 可以入座光顧 這家餐廳就真是大之惹了 他們就說 以往來說 要求食客登記個人資料的時候 不少食客就以沒有電話等理由去拒絕 在填表的時候 又使用假名 假電話 有顧客甚至報稱是 住在迪士尼樂園的米奇老鼠 造成了追蹤困難 於是現在就只准許顧客 使用安心出行Apps 去登記 這家餐廳原來就有幾家分店 吃西餐的 這樣 我就說 你是吃中餐也好 西餐也好 但是 你走去經營一家的食店 你的態度就不能夠這麼小 是不是 走去大支東西 去斥責那些食客 如果你真的這麼講求安全 你不如等到疫情過了之後 你才開業 是不是 到時最安全 你現在開業幹什麼 你凡是走出街 也有機會感染到 你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開 立空租 最好了 是不是 你最安全 這樣就 不用懶惹 這樣就 批准市民 說他們亂填資料 喂全港那麼多間餐廳 我不信 只是那些市民 光顧你那間 才會填這些東西 又不見其他餐廳出聲 不見那些餐廳 去譴責市民 不見那些餐廳 逼人 只能夠用手機Apps 數碼 就只有你這麼厲害 所以 現在他們實施 這項措施之後 那個生意 就是大跌了 那就划算了 是不是 你不只是服務那些藍絲 如果是這樣 你做不做 去幫忙 去做追蹤 你追蹤什麼 之前K11有間食店 爆了這個疫情出來 那又怎樣 那些曾經幫襯過這間食店的人 有沒有收到通知 或者走去這間食店 做了 個人資料登記手寫那幫人 有沒有收到通知 有些人填真料 一定有的 那那幫人有沒有收到通知呢 我找到的報道 就聽不到有了 那你特區政府 或者是衛生防護中心出來交代一下 是不是 多餘 你只是做餐廳而已 用不需要這麼過貸 那好吧 現在市民就用 鈔票來投票 那你只是做那些安心出行Apps的客 大部分都是藍絲 難怪生意 就是會一落千丈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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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